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区的部分 哪一区的切断按键最多 区的话当然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你们看一下原始资料 哪里有区呢 你想说地时里面有区 问题来了 地时里面有区不代表说你可以直接 你想说老师我知道直接插入 枢柳分析表把地时地点位给它 可不可以 其实不行 OK为什么 因为他没那么聪明 对不对 但是未来可不可以 未来也许假设以后进步了 以后你 不过他 我是觉得他再怎么进步 也没办法克制化每个人的需求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要非得要先做一点事情 就简单的 所以以后的原理原理很简单 如果你要统计哪一个栏位的资料 你就把那个栏位资料变出来就好了 就简单的规则 OK 所以你要用枢柳分析表之前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有没有那个栏位 有的话你就直接用 如果没有你就把它变出来 你不能说接近 像刚刚那个年的部分 你不能说我用发生日期来代替 不行 因为这个里面有三个资料 我只要其中一个 所以你要必须把它切割出来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OK 就是说呢 我们是在第几个字 区还好它这个是还蛮有规则性的 有没有 在哪里呢 在第四个字吧 取三个字 所以如果我要一个 假设法 在这边插入一个栏位好了 放在前面好了 这边的话叫区 OK 那区的话呢 我就是直接把这个地址的部分 切割到这边来好了 那当然呢 如果要切割的话 前面有讲过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什么 它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 它在中间 而且有规则性的 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对哦 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前面用过超函数嘛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文字里面的有个middle函数 middle函数 然后middle函数里面的话 给它地址 第一个给文字嘛 文字就是它地址 那第二个参数的话 就是从第几个字开始呢 从第四个字开始 那你要几个字呢 我要三个字 OK 好 那中正区就出来了 按确定 下下点满 OK 好 那一样 因为它一定是文字 所以靠主对齐 这个无庸置疑的 好 那你可以检查一下 是不是全部都是正确的 那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就OK啦 所以简单检查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个 这个资料没问题 OK 没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直接再来呢 统计一下 OK 那统计的话很简单 就是在插入数纽分析表 然后一样按确定 跟刚刚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会发现理论上应该会需要多一个区 但问题哪个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这里没有区呢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你刚刚已经做一个年的统计了 所以呢 你只要曾经做过一次的话 他就会帮你把资料记录下 那可是问题啊 你有更新的嘛 你刚刚不是有多做一个区 对不对 那他里面为什么没出现 因为他没有更新 所以如果你要更新的话怎么做 很简单嘛 在哪边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上方不是有个分析 对不对 分析里面呢 就会有个重新整理 也就是说 假如说 奇怪我怎么找半天都没有区 对不对 这又没有区 那很简单 你就把重新整理按一下就好了 区就出现了 就这样 这也还蛮常遇到的 你想说 老师这个数据分析表 为什么不贴心 就帮我更新就好了 他就是没更新 一直旧的版本这样 新的版本还是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更新一下 这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未来版本会不会更新 也不知道了 反正记得 只要你将来看到 我明明有做了一个栏位 却没出现的话 那你就重新整理 大概就这样 好 那我们统计的方法 就是把区拉到另 然后呢 把区拉到直 这样子的话呢 马上就帮我把 哎有没有 12个区 到底呢 哪一区的那个切到按键最多 就显示出来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它没有按照顺序 我希望多的在上面 少的在下面 所以呢 记得哦 做完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排序一下 那排序最简单的方法 在资料里面就有排序了 有没有 那资料怎么排序哦 有个A到Z跟Z到A 我是建议你有没有先放在B次 好 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今天呢 是希望 我希望 把那个 多的放上面 少的放下面 那当然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Z到A OK 那如果相反的A到Z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希望数字多的在上面 Z到A一下 所以B次 然后Z到A按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可以看到日子区了 有没有 如果这样看起来 这个住宅切断案件 发生的几率最高的 前三名的话 在台北市的话 理论上中山区的切断案件最多 OK 四百多件 不过它也好像感觉不意外 因为那边好像似乎感觉 因为有 蛮多 有没有 而且最近不是有一个 连续去 蛮火红的 也在中山区 有没有 华登初上 有没有 那个 那叫什么 几条通 有没有 以前条通 就是在中山 北路的巷子里面 所以华登初上 就是在那个 中山北路的巷子里面 所以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其实特长行业 还有酒店非常 不是酒 酒吧 非常的多 OK 那因为我会蛮熟悉 那个华登初上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那个年代跟我的那个 当学生时候的年代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 重叠吧 所以我还有一点点感觉 那时候其实 在那个年纪吧 大概都知道那边 那有时候 当然 以前同学也会约 是不是去那边 不过他还有分 OK 好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士林 大概就是士林区 士林区好像也不太约 士林区早期好像是 是台北县的 跟北投一样 本来好像是台北县 现在被新 后来就把它拨回来 给台北市 所以好像有那个历史 你们可以这样 那望华区的话呢 也不意外 因为望华 你们如果去过的话 感觉那边跟台北市 我们这边的差距 还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你去那个什么公园 那个龙山市 那个出来那个公园 哇 你会发现 那个简直就老人活 感觉好像整个一出来 全部都是 你也分不出来 到底他是老人还是游民 对没有 因为他其实都长一样嘛 然后可能差异 如果可以比较 就是说 到底身上干净 还是比较不干净的 如果他穿着比较干净 那应该 应该就不是游民嘛 也不一定嘛 可能是比较爱干净的游民吧 OK 也不知道了 反正 只是说在那里 感觉就是会有那个 不知道 就是感觉随时 有没有被抢夺的那种 我不知道 被害妄想 感觉像随时 走在那个上面 就有那种 好像是不是会有什么事情 但其实也许是自己下自己吧 OK 那再来就是北投 北投也是比较旧的 OK 那早期也是有文化的地方 那只是比较意外的是大安区 为什么大安区住宅 切大间这么多 对 我们现在这边就都大安区了 OK 其实感觉大安区失窃率很高 这个我蛮意外的 为什么还是因为住宅区特别 对 所以你想到一个重点 所以其实我们将来 要找出什么跟什么的关联性 所以你要找到 像刚刚我们做这个历年的统计资料里面 但是你还可以再找 为什么会降低 那跟什么有关系 比如历年切大件 像你刚刚讲的 有钱没钱嘛 所以跟什么 跟失业率有没有关系 所以也许你可以再画一个复合图 就是说一个是历年的切断案件 跟失业率有没有一个正相关 有没有 有没有关联性 或者跟什么 失业率之外 还有跟什么 跟房价 跟股市 跟利率 反正你都可以把它放进来看一下 你如果找到一个比较正相关 那可能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其实它也就是次要原因 如果可以把主要原因跟次要原因 都把它防堵掉 那理论上应该就不会切断案件发生 对不对 OK 所以 当然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推想 因为主要 你说要把治安变好 当然不外乎这些方法 OK 好 那这里的话 刚刚讲到 第一个就是说排序 排序完之后 那最后的话 也是要把图画出来 那当然呢 画图部分 如果你要主要呈现它的 整体的比例的话 比如说我想说 整个比例 哪个地方最多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在分析里面一样 有个数据分析图 如果你要强调是全体 比例多寡的话 一般会适用圆形图 圆形图就一个饼嘛 百分一百 然后大家去分 谁分得多 那表示说 那一块饼越大的话 相对它的占有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假设用那个所谓的 这个什么 圆形图案确定好了 OK 那你会看到 它还有立体的 我们就不用那么复杂 那简单一点的 那你会发现了 这个时候呢 它圆形图就出现了 有没有 那当然占比最高的 就是中山区 有没有 OK 就是你可以把中山区 这个把它拉出来 有没有 这一块饼 只是说呢 我是觉得 以色列里面的那个圆形图 有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呢 这个图上面呢 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一些标签 告诉我说 这是哪一区 然后呢 它的比例多少 这样我就不用还要特别 这个颜色 它在这边找 这个颜色是不是 那有时候你们看那个 R4或者报纸里面 也是常常这样子 这颜色 我它自己去对这个颜色 太累了吧 你为什么不直接上面 给我标签就好了 对吧 所以哦 圆形图如何加标签 其实很简单 你直接在这上面按右键 这边有个新增标签 有没有 标签的话呢 当然了 它有好几种标签 有一种标签比较简单 就图书文字 按下去有了 马上就出现了 有没有 哪一区 比例多少 对不对 多清楚吗 甚至你这个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叫图里 英文叫Legend 那可以把它delete掉 有没有 就不需要了 那就马上出现 那你上面就可以把它改成 什么 各区的比例图 OK 那当然了 除了说你可以 强调的是 整个比例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还可以再插入 另外一个图形 另外 假设你要强调是数量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所谓的词条 资料图当然最普遍 不过资料图 它也是最单纯 就是说如果你要统计出 到底哪个数量多的话 有没有 马上一目了 所以强调的点不同 你们可以都试试看 因为这个图可以把它搬到下面 OK 那当然 一般我们要看图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 我一个这个 然后一个这个 反正看老板喜欢看哪一个 你就看哪一个 不同的面向 去做统计分析一下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最后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应该不用图例 你可以把它选取 delete掉 然后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改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 数量 这个 这个各区的那个什么 这个 切到按键的数量图 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比例图 对没有 可以在上面把 它的那个 标题稍微改一下 OK 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呢